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节目内容 接下来就来了解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在情感道路上遭遇了一些什么 请看 我和我的女朋友已经在一起三年多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完全感觉不到她把我当成她的男朋友 在她的眼里 她只有她的偶像 她的偶像 我真的受不了 既然她这么喜欢她的偶像 干脆她俩在一起给我得了 这是因为一段偶像产生的爱情 又因为偶像发生了冲突 今天 他们俩能够走出偶像的阴影吗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娃二十三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近景二十一岁 同样来自山东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还在读书是吧 对 我现在是大四 她是大三 这是学妹 对 是一个专业吗 不是一个专业 我是学音乐的 然后她那时候是学美术的 女生是对师兄是一见钟情好像 是吧 对 为什么一见钟了 情了呢 当时刚上大学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加社团嘛 然后我就加那个社团 她正好是那个团的团长 啥团呢 就是大学生艺术团 然后呢 然后我就是觉得她长得挺帅的 也挺阳光的 最重要的是她已经新生晚会上 跳了一支舞 就是我偶像的舞 我觉得她品位实在是太好了 你偶像是谁 就是那个XO啊 就因为她跳了你偶像跳的舞 然后我就觉得她特别帅 结果我开始追她 我和她直接因为这个EXO嘛 有好多的事情 到最后就是影响了她 影响了我 影响了我们俩的关系 完了还影响了她的学习 还影响了我的父母 好多的事情 那你慢慢说给我们听 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我是团长嘛 然后很多活动需要活动经费 就是活动经费的话就需要我自己的钱 先垫付 完了最后那个社联再给我报销 完了这样我就怕我钱花抄了 不然搞活动没钱多尴尬 然后我就讲我把钱放你那里嘛 完了那个时候还是刚谈恋爱 一开始放在那里第一个月的时候 人家可倒好 拿我的钱去买了个那个EXO的那个一个CB 那你给我买东西还不行吗 你生我的男朋友你就得给我买东西啊 那我一开始我给你 你买了我也没说什么呀 我讲你喜欢你就买呗 可知道哪知道这以后 那后来那几个月他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甚至到什么限量版的那个什么写真啊 什么杯子啊 那我就是喜欢那些东西嘛 没有那些东西我就无法呼吸 我就活不成了 那你喜欢你能不能注意注意我们啊 他一个月要买一千多块钱的东西 你讲我们到二十多号的时候 两人在一起的钱就还有几十块钱了 那吃泡面也不够 我不也没有把那些钱都花完吗 我还留了一部分生活费啊 那你留几十块钱跟我们干嘛 十多天就吃个泡面那也不够啊 那去借钱嘛 那借钱那我好意思借 那我这个月借一次钱 完了下个月借一次钱 那人家还在接我嘛 完了后来他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 哎呀我也没办法 你说喜欢就喜欢嘛 小女生你喜欢就偶像不很正常嘛 是吧 我觉得倒还好 那哪知道到后来他越来就是 越走火入魔了 你看人家明星穿的衣服多好看是吧 多有造型啊 然后人家灯光一打 化个妆 上个台多帅 然后人家就跟我讲 哎我要买个衣服送你 我一开始我还挺高兴的 我讲哎呦 这么弄爱嘛 就要送我衣服了 结果倒好 我打开包裹 我拆开一看我都惊呆了 那胳膊是露出来的 完了这里破一块 那里破一块还带亮光 那多好看呀那些东西 那好看 我能穿上去在大街上走吗 我就觉得特别有寒饭 特别帅气 你穿上我就觉得很合适 那我穿上就给石破烂的一样 那能行吗 怎么叫石破烂的呢 我觉得好看啊 你说这个衣服还好吧 我不穿还可以 那完了过了一段时间 又让我去烫发 我那个时候 去年冬天嘛 头发就有点长 完了他讲 最近那个 我看压州那发型挺帅的 要不你留一下 你改着 弄这个造型啊 完了我一开始 我看这个造型好像 确实是哈 是挺帅的 但是后来我做完之后 那我好不容易 确实说你去弄那个发型了 那为什么第二天就给我理了 那你看那个发型 给你这么脆头是什么意思 人家是明星嘛 人家脸是锥子脸嘛 完了我这方脸 我配了那个头发 完了还是那种 好黄好黄的变毛 我自己照了镜子 我都感觉像个泰迪一样 什么泰迪啊 那多帅啊 大哥 回到寝室之后 自有啊 就笑得肚子都疼 我这脸我都不知道往哪 那你是有的眼光中央 还是我的眼光中央 那我班主任 见到我还夸我呢 你这最近在走 smart路线嘛 我一开始 我都不懂这smart什么意思 我想老师你说的是那个小车 还是说聪明的聪慧的 这个意思 然后我老师讲 你理解错了 我讲的是沙马特的意思 我都无语了 我第二天我就去剪掉了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是时尚的头发呀 这是发型呀 你老师不懂 这些还算是小事吧 后来人家可倒好 为了这个EXO 连学都不上了 去年那个五月份的时候 EXO好像是在韩国 有个演唱会嘛 他就特别想去 那我不是没去城吗 我还没高兴几天呢 人家EXO又要来中国 办演唱会了 去了吗 去了 我去网上给他买了两张票 完了我一张 他一张嘛 我一开始我就想 我陪他去 可人家可倒好 我把票拿出来之后 人家讲 你买两张干嘛 我不需要什么两张 我就想一个人去 那是我和我偶像的 单独约会 我凭什么让你去啊 您听到了吧 这是约会 我听了之后 我就感觉好乖呀 你去了吗 我最后还是没去啊 那张票呢 卖了 我在网上 刚摆上去 一个小时就卖掉了 你看像他这样的人 大有人在 接着说接着说 他就自己去了嘛 我也没有办法 就让他去呗 但是你说 我就是不开心的一点 就是你说你这女孩子 你一个人去外地 你就不怕不安全嘛 反正我现在站在这里 我就是安全的 我实在是没话讲 你说他这样 完了后来 去了第一次之后 他又去了第二次 我看不过 我去第二次 完了第二次 还是不让我去 你说这一个月 已经看了两次 正常人都应该满足了吧 完了人家又要看第三次 你要是第一次 第二次的时候 给我买一个前排的座位 我怎么可能去第三次呢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连他的嘴巴 他的鼻子 我都没有看到 那个VIP座位要多少钱 我这一个学生 我去哪找那么多钱 我第三次去的原因 不就是为了想看到 他的鼻子 他的嘴巴吧 看到了吧 没有 这还不是重点了 他去第三场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应该是七月份吧 他那时候还要期末考试 一个学期考试 我讲你考试增高 他讲不考了呗 回头补考呗 而且你说 你看你就看吧 你就不能长点心嘛 他班主任有他的微信嘛 你看小女孩子 去看演唱会的时候 都比较激动 拿着手机在那录小视频 在那录录录录录录 完了在那刷屏刷屏刷屏 没有评议他班主任 他是跟他班主任请假 讲家里有局势 我棒了呀 结果人家班主任一看 哎呦 好家伙 你这是去看人家演唱会去了 他骗我 班主任就很生气 他本来就是补考一次就可以了 完了这样就 直接就是通报必评了 他通知他家长嘛 他爸妈本来 接着电话之后 以为 你看穷养儿富养女嘛 是吧 女孩子你说 多一点钱啊 买买衣服啊 买买花生品啊 买点吃的 这不很正常吗 结果他班主任 给他爸妈讲了之后 他爸妈就讲 那你这钱花这上面 太亏了 完了从此以后 不给他打钱了 把钱打到我这里 然后我每周负责 给他固定的数目 我父母给你的钱 你给我总好吧 你都给我呀 我给你 你不是乱花吗 我不是为你好 你就是不爱我 什么乱花 你就是不爱我 他说我不爱他 就好像他很爱我一样 那个去年 那他到底爱你 还是不爱你 你听我讲吧 去年那个EXO 好像有一个 什么成员传了绯闻嘛 而且好家伙 人家在那里 哭了一天一夜 那我偶像 那个谈恋爱了 那我能不伤心吗 他为你哭过吗兄弟 没有嘛 然后那个时候去年 去年我骑摩托车 完了被一个小汽车 给碰了一下 小腿骨折 都躺在病床上了 人家来看我 我就讲 你没事吧 你说躺在病床上 他能没事吗 你都说没事了呀 我又没有小腿骨过直 我怎么知道多疼呀 那你几个青春都还疼呢 你手到讲刺拔了还疼呢 所以说你实话告诉我就行了 那不还是怕你担心吗 哪知道你是这样 那后来 唯一值得称赞的就是 他还知道在旁边看着我 但是他看的话 其实还不如不看呢 为什么 你说病人需要休养对吧 我躺在床上 哎呀人家好家伙 拿着个板凳坐在那里 看着一二个厨房还放外放 我在医院我也很无聊 我就和你一块看怎么了 他们跳的多好看啊 那你给我放个 熊大熊二光头墙 我感觉都比这个强 我不喜欢看那个呀 那我也不喜欢看那个呀 这还是一个小事吧 还有大事呢 就十二月月初的时候嘛 你看我老墙是山东 然后我父母 我据我学校合肥 是一千多公里 然后坐火车过来 他没有高铁 就只有普快 然后坐了十多个小时 火车来了 之后就想和我一起 完了再见见他嘛 可人家倒好 当天晚上我打了四五遍电话 就是不接 我手机不是静音了吗 静音静音 那我后来打通了之后 我给你想我爸妈来了 那你在干嘛 那谁让你不提前告诉我 你爸妈来啊 我看我偶像颁奖典礼呢 那我后来我给他讲了 我爸妈来了 你出来我爸妈想见你 完了人家就是不下来 那我好像一年的成果 都在这个颁奖上 那好不容易看到了 我现场去不了 我看个直播也不行啊 完了我最后就是讲 我想你看重播嘛 你看重播啊 然后结果人家就就是不下来 为什么要看重播呀 重播没有感觉 我就想看直播 反正最后 我是怎么叫都叫不下来 然后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骗我爸妈 我想他一月份 马上要考试 然后要上自己一课 我妈比较喜欢玩微信 她讲 你把你女朋友的 微信给弄给我看看了 然后我讲 手机给你 你自己看吧 然后我妈就找他嘛 就找不到了 她讲 静静在哪里 我怎么看不到静静呢 我讲 那个是宝贝 你找宝贝 然后他找了嘛 找到宝贝之后 结果是这样 你这宝贝怎么 是个男的呀 然后我讲 那四五十的很多女的 不都是拿刘德华当偶像吗 这种不很正常吗 然后我父母也讲 那也挺正常啊 完了后来 就翻他朋友圈 找他照片 好家伙 这不翻还好 这一翻 那翻了一分多钟 你知道吗 翻了一分多钟 翻不到他照片 看到什么 哎呀 我的老公今天在韩国怎么着 我的男神今天跳舞怎么着 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什么感冒了就怎么着了 然后我爱你 希望你们怎么着怎么着 你说我爸妈看到这种词语 本来你说 父母这一辈人都比较封建嘛 看到这种词汇 就可能会有一点反感 那老人封建 你就不会替我多说点话呀 那完了你下面配的照片又不是我 我怎么听你说话 后来怎么了 后来我爸妈就稍微有点不开心嘛 讲这女孩追星有点过分嘛 可哪知道 他马上 他待会发了一条朋友圈 你这就不能长那些心嘛 我都跟他讲我爸妈来了 我又不知道你爸妈看我朋友圈 我发 我看一个直播了 我都不能 我都不能发个朋友圈了 人家就看那个直播嘛 要讲 哎呀 哎呀 我的男神们今天努力没有白费啊 怎么着怎么着 辛苦你们了怎么着 我爱你们 反正我妈一看 哎你这不是上自己课的 你这一 你这看 看看看看这个什么直播去了 我爸妈就已经有点就是不开心了 我回去之后我就讲 你第二天你去跟我爸妈道歉 反正讲 凭什么跟你爸妈道歉 我觉得我没有错呀 你看他就是 他就是觉得自己没有错 没有错 我就感觉 那你父母第二天不是还在这里吗 那那个节目第二天也有重播啊 第三天也有重播啊 不都说了不愿意看重播了 去了吗第二天 没去啊 他觉得自己没错 那到底见到你父母没有啊 最后还是没见 最后我父母也生气 他觉得自己有理也生气 听明白了 那你今天来干嘛呀 今天我就想让他来到这里 我想让他知道 他的追星到底是有多恐怖 有多么走火入魔 你喜欢你男朋友吗 喜欢 真喜欢他 我喜欢 那你喜欢你偶像吗 我偶像是我精神的伴侣 他是我生活中的伴侣 我觉得两个我都爱 你说我都搞不懂 这就是一群男的不就是在台上 你又唱一跳吗 这个你千万别搞不懂 搞不懂你就离开 没人强迫你一定要懂嘛 行了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秋比特问卷 对于恋爱世界有两种 一种是精神上的恋爱 一种是真正实际在一起的恋爱 不管是精神上恋爱 还是实际在一起的恋爱 所有谈恋爱的 在爱情当中男女 都希望对方在精神上 思想上 心理上 都是忠意于自己的 但是对于现在你的爱情来讲 有了一个特别有杀伤力的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 你还没有力气去回击他 因为他太强有力了 这个第三者 跟他在一起很多年 而且是他所钟爱的对象 要不你就接受他 现在所做的一切 要不然你就选择离开 那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 喜欢偶像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单纯地喜欢他 我不管喜欢他的外表 我也喜欢他的内在 他当时在韩国的时候 当练习生的时候 我觉得他特别特别努力 他特别地努力是吧 对 他为了他到现在 奋斗到这样一个地步 他太特别地努力 所以他能够成为你的偶像 因为他 不 你的努力是什么呢 就是我从高中考进了大学 因为他 然后呢 你因为他考进了大学 然后到现在为止 该你的考试你考了吗 没有 该你去图书馆读书的时间 你读了吗 没有 如果你喜欢你的偶像 你去学他的努力的话 那你先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啊 你做呀 你什么都没有做 所以我想你可能也不是 那么爱你的偶像吧 或者去学到你的偶像身上的一些东西 你那只是痴迷 不叫真正的一个爱 在爱情当中 所有的爱里边都会包含着 我们要去努力 要去为对方付出 没有付出的爱情 或者没有付出的你的盲目崇拜 你可能得不到你真的想要的 所以你先想清楚了 第一个偶像你能不能得到 你如果真的想要去崇拜你的偶像 想要去得到你偶像的一些回应的话 你应该怎么做 第二个 踏踏实实现在有一个很爱你的人 你要不要珍惜 如果你不要去珍惜你这个爱的人的话 你就好好地跟他讲 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 陪你继续这么玩下去 因为现在你们俩谈了一年多两年的爱情 这只是在玩 不是真正在谈恋爱 因为你只是在陪他疯 陪他去崇拜偶像 所以好好地想清楚 然后再做出你的决定 你说的2015年12月初的那场盛典 我在现场 我能够感受到现场那些粉丝们 疯狂地对偶像的崇拜喜爱 在门口 就我手中那个票 是能换到八千块钱的 无数粉丝在说求票 就在香港嘛 这完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确实存在 我周边有这样的朋友 他们去的时候 男女朋友一起去 因为他对于偶像的观点是很清楚的 偶像是飘在空中的 但是我们人是活在现实当中的 你要分清楚 虚拟和现实之间 你要有一个平衡点 不是说你追星不行 但是追星要有一个度 你自己要能把握自己这个度 因为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要面临着生活 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你要处理得好 你可以去追星 如果你一旦处理不好 我们也知道就发生过很多 痴迷的处理不好的那些粉丝 身上的一些悲剧 你愿意走到那一步吗 姑娘 醒一醒 不是说你不对 但是一定要把握在一个可控的度 偶像和粉丝之间发生不了任何关系 都是粉丝自己假想出来 摆在眼前的就是一个 必须让你做出选择的残酷的事实 要不就是EXO 要不就是EX boyfriend 你是要生活 还是要梦境 但是这两者呢 不是让你一刀两断地去选择 而是在你分清 在你做梦的时候 和谁 在你生活当中和谁 而在生活当中现实的问题 你选择谁 给你的建议都要选择男朋友 选你真正的现实当中的 这个生活圈子 社交圈子 否则你只剩偶像了 你都没有了 好吧姑娘 男孩 你要理解他 因为在你没有出现的那个世界里 EXO已经出现了 你们的相识也是因为偶像的因素在 他才喜欢上你 有的时候他是很不懂事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爱他的话 给他一定时间 一定包容的度 他很多行为呢 在很多粉丝里都会出现的 其实还是在做一场少女之梦而已 你要陪着他把这场梦呢 尽快地醒来 让他知道 哪个对于他来说最重要 你在生活当中 给他指引方向 给他去铺垫一些路 给他足够的帮助 以及包容 你的魅力就慢慢地增强了 就会把他的很多的注意力 转到你身上 替代他的偶像 成为他的偶像 就这样 好 谢谢老师 我比较喜欢七八十年代的一个词 他跟这个偶像这个字呢 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 我们把它称之为榜样 我承认有一些明星 确实是有才业 确实是努力的 这一部分我们称之为是榜样 你可以努力去学习这一部分 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但还有一部分 不是榜样的那部分 是什么 是造星公司 为了你们这些少女的需求 给你造出来 而真正的追星 要放在榜样的那部分 就是他们真正立志的那部分 而你没有做到 还有第二点 真正的跟明星在一起 生活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 明星跟普通人一模一样 他闲着的时候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 他也抠鼻屎 他也搓脚丫子 跟林家大男孩 没什么区别 他就是生动的存在 是艺术给予了他光环 让你有了想象空间 你不是说 你没有看清楚 他的鼻翼和嘴吗 你仔细端详着发现 你会发现 当卸了妆之后 的确比普通人 要长得精致一些 但那也都是肉长的 都普通 那么为什么 那些造型公司 刻意地让你们 这些粉丝 隔着那么远 来看他们的明星 让你看不清呢 就是要勾起你的欲望 让你有一种 迷离的感觉 他是EXO的粉丝 你是他的粉丝 不是一样的吗 他现在 找不到四六了 生活当中没有原则 你哪里有原则呢 你让他旷课去了两次啊 你这叫负责任的男友啊 我只是在包容他了 这叫包容 这叫纵容好不好 但是有时候 你真爱他有两种 要么现在就离开他 让他警醒 你要么 自己把自己打扮成EXO 他喜欢什么人 我也喜欢什么人 对不对 我爱他爱到底 我百般地包容他 说什么就是什么 看三次四次 五次六次 我都愿意支持他 你要是做不到 你就离他而去 你只要离开他 他就会发现 原来那个一天到晚 魂牵梦莹 看不到的那个偶像 其实真正在生活当中 没有给予他什么 而在生活当中 真心真意 真真戒切关爱他的人 是你这个傻子 他才会知道 哎呦 什么偶像啊 那都是一天到晚 供着看的 在生活当中 真正爱我的 对我好的 还是那个臭小子 你不离开 他是不知道你的好的 所以说 今天开始离他而去 他反过头来 一定追你 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EXO 你要不信 你试试看 你今天要是出来了的话 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害了他 你听见没有 听见 从生活中抽离 他就知道你的好 明白吗 明白 就这样啊 他今天不会出来 我也无疑于多说 追星好还是不好 我只想说 姑娘你觉得 一个人 依赖某一样东西 没有他就活得不自在 浑身难受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 成瘾的病人嘛 你想你自己是不是 可以追 但是不要成瘾 其实就一个标准 是不是影响到了 我的现实生活 你自己判断吧 其实他要是不追星的话 倒也还好 我有时候胃疼嘛 他知道去买粥给我喝 而有时候还给我带饭 其实倒也挺好的 有时候还给我洗衣服 但就是这个追星 实在是太影响我们 你觉得他以后会不追吗 你自己掂量这件事情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其实我觉得吧 我刚开始追星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是觉得 我追明星 我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可是听到老师的话之后 我觉得 我太对不起你了 我觉得我会改的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能改吗 我能改 你真能改啊 真能改 那你以前有讲过改 那我都没有看到 多大的变化 可是我这一次 我真的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了 我回去把朋友圈里的 动态删了 微博里的动态也删了 那我考虑考虑吧 请亮灯 请回吧 两位 来 请关门 今天在这个节目现场 我们看到了一类人 这类人好像被很多人称为 疯狂追星族 我们看到了这一类人的 某一些特质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特质 给现实生活带来的一些困扰 我相信 经过了三位的点拨之后 男生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女生那段表白 听起来挺动人的 但是 如果 他真爱这个男生 他真喜欢那个团体 怎么会变得如此容易 退缩和退让呢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这对年轻的恋人 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是什么 请开门 听太软 我觉得几位老师说的都挺有道理 我会给你父母道歉的 我会用我的改编来 让你看的 那你不单仅仅是道歉 那你要道歉的话 而且你这些追星你不能老追 姑娘 你要有个度啊 曲总他们刚跟他们有一些合作 明天在北京有一个他们的谈判 有人会去 你去吗 不去了吧 我们邀请你去 他们来哦 可以有签字的哦 当时就可以见面的哦 还可以拥抱 对 还真的有拥抱哦 可以合影 可以看见那个鼻子一眼 对 还可以合影 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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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去了 不去了 还好他不去 他要去我就感觉 我现在走不知道晚不晚 反正从今以后 我会对他强硬一点 不会让他这样的 行吧 行 你们自己的感情 你们自己把握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这是谁带啊 等等 来 不要 等等 你们别管了 回去吧 女生就把戒指抢走了 为什么把戒指抢走啊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我不对 然后我觉得 这是我应该给他求婚 行吧 那我们看着吧 各位请见证 谢谢品味老师 谢谢主持人 我觉得我来这里 其实就想让他真是到 他是个追心的 不好的地方 其实他只要能改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女孩子的 谢谢你们 请回吧 祝你们幸福啊 再一次地声明我们的立场 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每一个人从没有反对过任何人去追任何一个明星 我们反对的是成瘾和不理智的行为 希望大家理智地面对 娱乐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能把娱乐变成了生活的全部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下一对年轻的情侣 他们碰到了怎样的情感壁垒 我们认识了八年再起三年多 这三年我为他付出了所有 可是这些年我也为他付出了很多 难道不是吗 现在在他身上根本就看不到对我的真正喜欢 甚至在外面前都成我伤了男朋友 我真的觉得没必要在一起了 我们在一起已经三年多了 我不想放弃这段感情 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他好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辉23岁来自湖北 是一名萧瘦 女嘉宾小宇22岁 同样来自湖北 是一名健身教练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据说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同学是吧 对 我初中同学高中毕业在一起 然后问48年再起三年多 初中是同学 对 高中毕业在一起 对 认识多少年 认识8年 认识8年在一起 在一起有三年多 有三年多 那就是青梅竹马嘛 初中的时候就对人家动了心思了是吗 没有 那个时候还是朋友 还是朋友 对 高中的时候动了心思 高中毕业嘛 就跟他表白了嘛 怎么表白的呢 说我喜欢你 想和你在一起 然后你说啥呀 那时候本来初中的时候 就认识了 然后他 我觉得他有好感 原来是初中的时候你惦记了他 那没有高中毕业呢 那时候就大学了 但是我们大学的话 都不在一块 我在武汉 他在青海 我们这三年都是异地念 然后他 我觉得他特别地不信任我 我怎么不信任你 我对你那么好 自从上大学之后 你都不让我和所有的高中男同学联系 包括大学里面一些小组合 都有男生的 你都不让我参加 然后有一次 人家高中同学不是联系上了我吗 人家生日要我过去 然后我就去了 但是我就是不敢告诉他 我就骗他 我说学校戏里有事情要开会 然后要他有啥事情 给我发短信 不要给我打电话 那我给你发短信你也不回啊 那我说给你打电话 打电话你也不接 打电话当你室友那里 你室友说你不知道干嘛去了 还没回来 然后好不容易到凌晨 终于打通了 居然还是一个男的街的 我怎么想 他居然还说你喝多了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 但我现在在外面玩浪风 错点了杀十年 我怎么办 那能说什么事情呢 你说我都和高中同学在一块了 再说我也不知道 我喝那么点就不行了 我以前从来不喝酒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再说第二天早上一醒 我不就给你打电话过去吗 你说我刚睡醒了 你有必要骂我吗 我那时候都给你妈懵了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那天第一次喝酒啊 对啊 我那天上大学 之前从来没有喝过酒 那你干嘛要喝酒呢 姑娘 那天人家生日嘛 然后那么多朋友在一起 喝多了 我喝了一点 我啥也不记得了 然后我就给他室友打电话 那你不就是喝多了吗 我没喝多少 你喝醉了 姑娘 我就喝了一点 我就啥也不记得了 对啊 俗称断片嘛 喝了一点啥也不记得了 到底是多少一点 那也不知道了 就是你喝多了 这个做男朋友 当然应该着急啊 以后学会保护自己啊 如果只喝了一点就这样 别喝酒了啊 这个倒是应该管一管 后来呢 反正我就觉得 他一点都不在乎我 不喜欢我 那有一次我去来学校找他 给他打电话 他说他在校门口 然后我到校门口了 他说他在车站 然后我好不能到车站 他说他在车上 然后车站找了 他又哄我回去 我哪有哄你回去啊 我那一次我不是 你考完试了 我还等着期末考试吗 我要复习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 都跟你说得很好 你先回去 我考完试就回来找你嘛 我大老远的过来找你 就不能见我一面 跟我玩一下 不是 你没提前跟我说呀 我一点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不是 你见他 你要准备什么呀 我那时候忙着复习 要考试呢 他来总得提前跟我说吧 见一面不就行了吗 在学校里 你干嘛把人知来知去啊 也见到了呀 见了吗 见了呀 见了你还唧唧歪歪 他就赶我回去啊 你就回去了呗 那后来还跑我楼下 大吵一顿了 你说我在学校 那么多人看着呢 他吵完之后完事走了 我还得在学校生活呢 他吵什么呀 他就说 我好不容易来 你为啥要哄我走 确实也不容易 是青海是吧 他那时候青海回来了嘛 他学校上完了 到武汉 挺远的 真不容易 反正我就觉得他不喜欢我 要不然他也不会对外称 他自己是单身 那你怎么知道 他对外宣称 他是单身 没有男朋友 他朋友圈里 连依照我们的合照都没有 连我那一点都市马里都没有 咱俩谈个恋爱 非得在朋友圈秀恩爱呀 非得闹着所有朋友都知道啊 那我朋友圈都有女的照片 我朋友都知道你的存在 你朋友都不知道我的存在 那关键是我没这习惯呀 我不爱在朋友圈发这些呀 那你会带他去你的朋友圈玩吗 那他在青海 我在武汉呢 就是放了假 我们就过年嘛 我们就都回了老家 学校的朋友几乎见不到 都是初中高中的朋友 就发一张嘛 说我恋爱了 不也挺好的 为什么不发呢 他越这样 我越不想发 是跟他较劲 他说不定 哪天把我哄开心了 我就自己就发了 那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你没发 那你不哄得我不开心 你会发吗 我朋友圈都有他 全发 那说明我哄得你开心呀 你会带他去你的朋友圈吗 小伙子 会啊 会啊 你看看人家小伙子 做的这点真的比你好 就没什么了吗 就这么点事啊 没了 后来就因为那次 我们就分开了吗 就因为这次 我就跟他提出了分手 因为什么分手 我觉得他骗着我嘛 会久那次 就分手了 对 分手之后怎么又在一起了 不是 这部分了有半年 然后今年我 就是大学出来实习了嘛 我就去杭州那一块 找了份工作 也是有一次公司聚会 我又喝了点酒 但那次没有断片 因为分开半年 我都没有放下他 所以我那天还给他打了电话 因为喝大了 所以给他打电话 那不是酒后土真言吗 然后呢 然后我听到电话里 出了细里哗啦的 然后说跟我和好 然后我一醒了 我就答应了嘛 这大家挺好的呀 对啊 然后我在清华那边 大学毕业嘛 我就想着来武汉 找份工作 这样离他近一点嘛 我去武汉找了一份工作 我就知道他在杭州那边 找了一份工作 然后我想着离那边近一点 然后我就担心他 我就把这边工作给吃了 然后过去找他 又去杭州了 对 然后在那边找了一份工作 我就觉得这样两个人 日子就好过一点了 但以前以为是一滴念 影响咱俩的感情 但后来咱俩在一块生活 还是天天吵架 我那会儿我就是刚工作 我业绩做不上去 我工作压力特别大 然后我每天发一点牢骚 他就受不了我 你拉家有点小脾气啊 你拉脾气大得不得了 带你去我们公司的同事聚会 你怎么做的 你差点一个人心得多 动了手 为什么呀 就我带来去聚会嘛 就让一是 他看我和我们同事 还引导在那里 他看我抽烟喝酒 他还给我一个劲的 试脸色 然后我那个女同事 就过去劝了他两句 他说我管我老朋友 关你什么事啊 我们家男的 就是不懂抽烟不懂喝酒 那本来就是啊 你说我管你关他啥事啊 你刚才也说了 我一个劲的给你试脸色 你还是抽啊 你继续抽啊 男的在外面 应酬很正常嘛 抽烟喝酒 那我觉得不正常啊 就因为这个 闹到这儿来了 他后来又辞职了 他本来在家叨叨叨 然后说你这个破工作 有什么可干的 然后我也录了他的院 在家呢 他也给我叨叨叨 他说你没工作 没出息 也没别人能赚钱 那本来就是嘛 你说你那个辞职之后 我没说他什么 我就说你要去 找正经的工作 你好好上班 因为以前那个圈子 就带坏了他嘛 你说应酬还抽烟喝酒呢 那也太凶了点吧 我一个人在杭州 那块上班养活 我们两个的经济压力多大呀 再说呢 我和你在一起 那么就你应该也了解 我的刀子嘴斗复兴 那你现在有工作吗 我现在还没找到工作了 那你现在等于 靠他养你是吧 没有 我自己也有一点 今天为什么来 今天我就想跟他分手 你想跟他分手 对 你还舍不得跟他分 我舍不得 不然干嘛 他没工作了 我还和他在一块 他老说我不包容他 不理解他 我怎么还不包容你 不理解你 我从青海过去到武汉 想着跟你去找个工作 你让你近一点 然后你又去了杭州 我去杭州跟你在一起 然后为了你辞了工作 现在又找不到 合适的工作 你还整天说我 我怎么就不包容你 你干嘛说是因为他呢 是他逼你从青海 回到武汉找工作的吗 我想着就能跟他在一起 是他逼你从武汉去的杭州吗 也不是 我自愿的 对啊 你自愿的吗 是他拿着一个刀 或拿一把枪 顶着你脑边说 你要不辞职 我就崩了你吗 没有 是你自愿的吗 他每天就在家刀嘛 他说你那破工作 有啥可干的 那你是破工作吗 你觉得 那我也奴随他的愿 我也没错 那你就别抱怨了 大佬爷们的 你这样干嘛呀 姑娘 喜欢他是吧 肯定喜欢呀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当你喝多了的时候 你们俩已经分开半年了 你给他打电话 他会拒绝你 说实话 我没想过 要是他那天拒绝我 第二天我就 跟一个正常人一样的 上班下班呀 那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他那个时候 已经跟别人谈恋爱了 没想过 因为他挺专一的 所以看见没有 他的身上是有优点的 是专一 为什么他一打电话 你就回去了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放不下他吗 还是放不下 对 那你今天能放得下他吗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孩我刚刚听到一句话 刀子嘴豆腐心 我想问一下 刀子嘴豆腐心就不伤人吗 其实后来我也知道 有一点伤他 因为男生 自身心应该很强 不仅是男生 刀子嘴对谁都有伤害 家庭暴力当中 除了肢体暴力 还有一种叫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就是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话 刺伤别人 所以即使你再有豆腐心 但是当你这个嘴出去 像刀子一样的时候 再好的爱情 都会被划破的 可能他的确在那个地方 去交际应酬 抽烟喝酒不太对 但是对于你来讲 至少你在那个场合 没有尊重到 他的这个女同事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 挽回你的男朋友的话 不能再这样 以你自己的想法 做出发点了 回过头来我想问男生 你还喜欢他吗 有那么一点 放不下吧 但是我现在就说不了 他这个脾气 就无理取闹 但回过头来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 是他一定要按照 你的所有的要求来打造 不管他的穿着 还是他的行为举止 还是你喜欢他 是希望照着 他自己的要求来办 就说他按照 他自己要求可以 但是不要做 那么过分就行了 在我的观点当中 一个男生 对女生的要求 如果已经到 这么细致末节的程度 好像这个男生 照理来讲 心胸也没有 那么大一些 你的最开始 严苛的要求 加上他后来的 严苛要求 其实你们都是 想告诉给对方 我的爱情 是由我爱情的底线的 我的爱情 是由我爱情的原则的 那你就照着一个 原则的方式 来去商量一下 看看你们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原则 彼此去保护 你们的爱情就好了 不要因为 有一点点爱情当中 对方不满足 或者对方 没有符合你的要求 就说分手 谈分手谈多了 会恨伤人的 所以好好想一想 不要轻易地分开 好 谢谢 曲总 我其实听你们的 这个故事 我听得有点晕 我不知道你们 为什么会分手 又为什么会在一起 一次谎言 就分手 很轻易 分手了大概得有 几个月 没有联系 如果真爱对方 之间没有任何的牵挂吗 也许是在各自找 自己觉得合适的 而第二次再次联系 很有意思哦 女生喝多了 所谓酒后吐真言 就怕她不是真言 而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一时 你没有找到合适的 这样就 哎 我喝多了 没有人照顾 谁能给我温暖依靠 哎 是她 恰恰 她此时也没有找到 一个合适的人 但当然 她每其名曰 我还惦记着她 虽然惦记你 但我觉得一定不是 一门心思惦记你 否则以她之前的行为 她早去找你 所以你没有在一起了 而且在今天站在这个舞台 貌似是男孩 付出了很多 觉得我吃亏了 因为每一次都是她 追随你到某一个地点 又是为了你 辞去了工作 其实貌似是她主动的 为你着想 但是我感觉出来做的是 既不心甘 也不情愿 到这来 找一个理 你看 我为你做出这么多 让大家平平礼 你欠我的吧 咱分手 其实她现在 也决定不了 也没有很坚决的分手 如果分手 早在底下就分了 何必要站在这里呢 你站在这里 无非目的 只有一个 证明自己在这段 练琴里头 付出的是最多 不是过错方 如果你要分手 那我就坦坦荡荡地分了 而女生呢 太不明确了 真的爱她吗 你想象的那个人 是她这样吗 抽烟喝酒 现在又没有工作 你是希望说 她能够出去挣钱 现在待业在家嘛 就你一个人工作嘛 对不对 你真正想要的人是她吗 我是要她 因为如果我不要她的话 现在我 她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就可以选择跟她分手 就是因为她那份工作不好 所以我想改变她 不要她抽烟喝酒 矛盾 你想改变她 而你又说你爱的是她 为什么要改变她 如果你真的爱的 就是她这个人的话 为什么 我说的就是 她做的那些事情 她做的那些事情 有对 也有正确 你管的过于的多了 切记 千万不要试图改变一个人 改变了之后 她就不是她了 她自己也不舒服 你会发现她不是 如果你真喜欢的 不是她这个人 而是改变之后的那个人的话 为什么不去找 现成的那个人呢 何必要在她身上 去浪费彼此的时间呢 所以 给到你们俩的建议 想清楚 到底适合不适合在一起 因为虽然你们认识了八年 但彼此可能并不了解的足够 好吗 冷静地想一想 再决定 是否还能继续走下去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徐老师 男风可能认为是 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 但女生这长达八年的状况 应该是 我爱的是你爱我 有一句电影台词 说得特别好 说我一直以为 我爱的是你爱我 直到你离开 我才发现 其实我也爱你 其实一直在你们的八年的生活过程当中 一直是他在做妥协 一直是他在做主动 而你一直是被爱的那一方 付出的相对过少的那一方 真的只要到有一天 这个男生走了 你才会发现 你是真的爱他吗 有的时候我搞不明白 到底应该对一个人好呢 还是应该对一个人的爱 吝啬一点 所以孔子才会有那句话 唯小人与女子难洋溢 静则不逊 远则怨 对你好呢 你就没完没了 离你稍微远一点呢 你有埋怨了 那到底应该怎么对你 但是爱情有的时候不可以试一试 说我离开你一阵子试一试吧 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爱我 但是一走 很有可能就回不了头 女生说 那你哄一哄我吗 你哄一哄我 我高兴了 没准我就在朋友圈我 发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你觉得你说这句话很幽默吗 把自己所爱的人和爱情 而告知 告诉所有的人 不是一种享受吗 那你既然不愿意发 我只能再想 至少你对我是不满意的 我不能说你一定有了外人 有了更好的想法 至少你是对我不满意的 要不然 难道我拿不出手吗 我就这么羞于见人吗 我都不能出现在你朋友圈吗 我只能这么想 所以在我看来 这八年 女生或多或少对男生是观望 或者没有遇上更好的 又或者是你是被男生的爱给宠坏了 所以你才会 一而再再而三 做出羞辱男方的行为 或者是不顾场合 让他丧失自尊 又或者是没完没了地发脾气 而男生呢 动不动说 我为了你 我不远千里 我背井离乡 不要说是因为你 其实你是自己想来的 是为了自己的爱心而来 不要把这笔账 算在别人身上 到了哪天 到了了要走 你会觉得自己特别亏 其实你一点也不亏 至少你跟他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你享受了和他之间的温存 我如果是你 如果要真爱他 我就一直这么对他好 谁让你喜欢他 但是我始终认为 在爱心生活当中啊 自省是一种高尚的品格 只有自省的人 才能分得清楚 这个世界上 谁是朋友 谁是敌人 谁真对自己好 谁是假对自己好 只有自省 你才能分得清楚 生活当中 谁是真朋友 谁是真爱 尤其是你 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要领表了 他从杭州回新海去 到那个时候 你没抓没落的 你会觉得 哎呦 还是这个傻小子对我好 那个时候我告诉你 可能就已经晚了 八年 初中开始认识 很好的情感 多分两次手吧 多分两次手 可能就会在一起的 就这样 年轻人嘛 也很正常 哪有那么大的心胸啊 小孟老师 你心胸不够大 我们男人都这样 我们又那么年轻 我们都这样 我们爱 我们就不放心 对吧 我们也不在身边 你穿短裤给谁看呀 是吧兄弟 对啊 只能给我们看 哪能给外人看 年轻 他一定是这么想 这其实是 对爱的一种控制 这叫反控制啊 我偏要这样 你不在 控制与反控制 他想控制他 他反抗他的控制 结果呢发现 因为爱着 或者被爱着 到了杭州以后 情不自禁的 还是这个人 所以我想 如果你们真的爱的话 就别那么较劲 把这个爱放松一些 其实我知道 你们俩都挺在乎 这一段情感的 老想 一次就一生嘛 是不是这个想法 但是挺难的 因为你们现在 其实碰到了 人生的一个巨大的坎 是这个男人 有诸多的不顺 你可别怪辞职 是因为人家 这已经 二十三了是吧 大孩子了 仔细想一想 没有强求你们 非在一起 喜欢 就大大方方的 要对感情 坚定 而有责任 好吗 行了 下面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 我觉得这么多年 我们都走过来了 你说我们那时候 刚在一起 我们就分开了 分割两地 你说经历大学 我们俩也不在一块 身边那么多诱惑 我们俩都能抵挡 现在我们都在一块了 你竟然要离开 你觉得我脾气不好 我可以改 但是这个事情 也不是我一个人 能改变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 在一起生活 我们两个都得努力 我觉得这次回去之后 你好好地找一份工作 我们一起努力向上 我也挺喜欢你的 但是 我就觉得你脾气吧 应该要改一点 你确定你能改吗 可以的 能改吗 包容包容吧 这是你们第一次 真实地面对生活 因为你们在一起了 你们要柴米油盐 酱醋茶了 你现在又没有了工作 你们第一次 面对生活的困难 就别自己再跟自己内耗了 你听我的 我听你的了 说你的 回去吧 请回吧 这算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情侣 从初中 他们就认识了 来请关门 在高三毕业的时候 一对情侣定了情 随后是四年大学生活 带来的慢慢相思之苦 在这其中 男生因为不满女生的一些举动 而分了手 后来两个人大学都毕业了 女生去了杭州公司 男生因为思念这个女生 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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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们真的在一起的时候 却发现 原来相处在一起 是那么的困难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对年轻情侣 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过去啊 还打架子 还端着 你闹关怀在家里闹就行了 还跑我们这儿闹 赶紧去找工作去吧 不就要女生关注你吗 关怀你吗 为什么出来 我爱她 你爱她你要跟她分手 请开门 请出我们的小花童 来来来来 拿铁子 谢谢啊 要保湿 亦被湿 我觉得这样一个仪式 对你们俩真的不一样 从今天开始 其实他们才真正的 开始恋爱了 珍惜这个机会 来 各位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那我以后就好 再一起吧 我一样会让你疼你 一样疼你 好 跪下来 跪下来 跪下 他就想双腿了 亮灯吧 谢谢你们 请回 明明 祝他们幸福吧 不管怎么说 希望今天是他们 新生活的一个起点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一被诗 爱情保鲜记 甜甜圈的用户提问说 我和她性格不一样 没有共鸣 感觉不到开心 女的 是不是应该找个疼自己的 有共同话题的 包括生活观 价值观一样的 才好呢 爱情绝对没有统一的公式 但最关键 有一个基础就是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 都不开心 待着在一起干嘛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被诗冠名播出的 药保湿 一被诗 一被诗 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到 我们的节目中 可以关注一被诗 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被诗的 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 提醒您节目 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APP 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酒店优惠券 领不停 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